你一句可惜的言論 你可能能救誰 但那一方 你可能會忘記傷了誰 何俊宁真的嗎 我好討厭他 我們就是可以像昨天一樣 就慢慢何俊宁 我已經不知道從他嘴 因為他從頭吐到尾 我只想放他吐 但是又是鬼吐 他從頭吐很醜啊 他叫你把這麼醜的人 陪這麼醜的動物 而且何俊宁他聲音真的難聽的特別 像鴨子叫一樣 就特別像那種死了人的感覺 他就眼睛瞪出來 然後我當時在現場的時候 我就真的就是罵那個何俊宁 何俊宁不是人呀 何俊宁不是人 其實能夠認識大家 真的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事情 能夠參與到各位的生活當中 成為一個遙遠的朋友 或者說是一家人 對 偶爾也能對你們 那種分享生活中的喜和哀樂 對於我來說真的 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也祝大家都春天開心 然後好好照顧身體 天天開心 看到更美的世界吧 對於我來說 是個禮物的世界 會不會有救 是個禮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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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的世界 是個禮物的世界 是個禮物的世界 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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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まで 散散正義感 我都不想把你打到我 那些人是自己的事 我都不想把你打到我 你真可憐的說話 我都不想過你 我都不想念你 你都不想念你 我都不想念你 我都不想念你 如果用刀刺激 血流出 痛みも伴う 当たり前の事だ 但今の社会は こんな当たり前の事に 気が付く暇もないぐらいに 忙しく回り続けてる 絶対だな 拡散してあるか 走行きましょう まだ死んでよ なんたが死んだらやめてあげろ だけどおばすこともあげた 特異議のヒロイン 気取ってんじゃねえよ これ一の歌で 使いましょう 有一种大爱的感觉 他说那种 总是那个八分之一 不然有一个方法 然后我觉得 我能给大家一个承诺 就是我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一定做到的就是 绝不会否定自己 以前也好 所以我从来不会 我其实对自己 有非常大的自信 希望你们也是 好不 我爱你 看到更美的世界吧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